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画水仙花 水仙花怎么画呢? 你画的时候先准备两支笔 一支小一点的笔用来做outline,勾线 一支大一点的笔用来涂颜色 因为毛笔画,画中国画 一用这个墨,它就不容易洗干净了 所以我们用一个笔专门用墨 一个笔专门用颜色 好,现在我们开始 这个墨不要调得太浓 我们先来试试 你先找一张草稿纸来试一试 我现在用这张纸做草稿纸 诶,这个墨差不多 不是特别浓,但是也有一点点浓 先准备好足够你今天用的 这么多 还有,我再给你试一下 你看,如果你这个笔炖的时间长了 这个墨有一个大哥的 看到没有 我们继续再看一下 如果笔炖的时间长了 有一个大哥的,就不好看了 这个墨就开始跑了 就不好看 所以你手要快 一个是手要快 另一个要把笔给弄干一点 等到这个笔干了 你想呆,它都没有那么多墨了 这样就行了 好,我们先看看花怎么画 花 水仙花中间有一个花心 这个圆圈画得不要太圆 圆了也没关系 画成什么样都没关系 对不对 好,然后有六个花瓣 好,然后有六个花瓣 画呢,叶子是 让它圆一点 哎,这里要圆一点 不要太尖 不好看 那个不是水仙花的叶子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两笔 一笔 两笔 一笔 两笔 哦,跑到这儿来了 没关系 我们让它转过来 好不好 我们现在开始画正式的 正式的怎么画呢 先画一个圆圈 在中间 这个就画了第一朵花的地方 待会我们在这儿再画一朵 先别着急 先把这朵花,这朵花画完 一个花瓣 两个花瓣 哎,跑了 三个花瓣 四个 五个 六个 所以这个花瓣不是那么工整 没关系 我们又不是做illustration 对不对 又不是做了 这朵花比较低一点 我们这儿再画高一点 这儿一朵花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看看这张纸 有多大 你看 这么大的一张纸 这个花有一点低了 那么下一朵花 我们就给它画高一点 如果你要是这朵花画高了 那下一朵花就画低一点 都是相对的 这朵花我们给画这个方向 它有一个小碗一样 它有一个小碗一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朵 画了两朵花 两朵花够不够啊 还可以再画一朵 对不对 我们在这块再画一朵 让它这两朵呀 连在一起 这一朵呢 向这个方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把这个花呢 画的 给放大了 看一点 这个花上面 花瓣上面 加一点小东西 它显着 好看 显着热闹 对不对 过年了 咱们热闹热闹 好像是一个花的感觉 然后中间 再用重一点的末 给点三个点点 哒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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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 这个花就画完了 这个我们把这个花瓶 画在这 好了 那现在开始画叶子 那现在开始画叶子 一个 两个 来我们再画一个叶子 走到外面去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大胆的画 大胆的画 画画是为了让我们高兴 对不对 你就是画的这个叶子 啊 跑到 压到一块儿去了 也没关系 没人给你数 好不好 杨老师不会去给你数 别人也不会去看 费那么大力气去看 这个叶子不对 没关系 这个叶子 咱们再画一个 转过来的叶子 好 有的人呢 喜欢给一个叶子里 加一些这个 感觉 你们不用加 太累了 好像里面的 纤维 你们都学过 呃 science class 上面 科学课上 已经学了好多 这个 这个花的 光合作用啊 什么的 好 这个花呢 我们就画完了 现在开始涂颜色 涂颜色 最重要的颜色 是要干净 对不对 我先把笔洗一洗 把笔洗一洗 洗完了以后呢 你最好还是用 一张纸来把笔 来擦一擦 放很少的一点黄色 我刚才放 我估计我们全班 就用这么点黄色就够了 哎 我的黄色呢 黄色在这 我再单独再放一下 省得跟别人混了 很少很少一点黄色 看到吗 这个是那个黄色 然后加一点水 给它调的很淡很淡很淡 像白色一样 很淡很淡 好 这个现在看上去有一点重 但是待一会干了以后 它的颜色就很淡很淡 像白水一样淡 嗯 这有点太多了吧 它有的过线了 有的没到那个线 都没关系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红色 一点点红色和黄色 配成橘色 在这里配成橘色 放到中间 有一点过线没关系 有一点够不着也没关系 然后再用黄色和蓝色 我这里只有黄色和蓝色 我会给你们绿色 我会给你们绿色 黄色和蓝色配成绿色 让它这个水汪汪的 多一点水也好看 你看 好 绿色的 这幅画有一点气 不过还好 中国画一般讲 就很少用颜色 今天我们大胆一点 多用点颜色 就这样不断的调 不断的调 很好玩 调颜色是个很好玩的 的事情 这个颜色有点太淡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然后让它这个颜色呢 有一点感觉呢 有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 我们加一些蓝色在一边 在一个方向加蓝色 另一个方向是绿色 另一个方向是蓝色 这好像有一点光的感觉 对不对 一边深一边浅 再多加一点蓝色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花瓶 让它多加一点 黄绿色 一点点蓝色 一点点蓝色 它显得和别人这个绿色不一样 哎 这样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把土地给画下来 你要么画一个花瓶 要么 要么就 就偷偷懒 没关系 杨老师也不说你 偷偷懒 怎么偷懒呢 你就把剩下的这个颜色呀 这样扁一点 这样扁一点 再加一点红色 让它有一种土的感觉 红的黄的呀 什么的 多用一点水 这样就差不多了 行了 你要是愿意 你可以在这个背面呢 有的同学呢 再往这个后面 加一些绿色 这花的旁边 再染一层颜色 其实染不染都可以 这样就差不多了 再多加一点 来 这样就显得那个花有阴影 这是一种画法 有的人喜欢 但是 然后我们也可以画上天 这个是突然响起来的 整个这个 蓝蓝的一种感觉 嗯 这样也挺好看的 对不对 可以大胆一点的画 不用怕 不用怕 没有什么错误 没有什么对于错 只要高兴就可以 就用这个洗笔的水 就有一种这个感觉 整个它就显着不是那么干 显着它融为一体 它是一种感觉 绿色的感觉 等到干了以后 我们再看 加一点蓝色 约然 这就是我们的水仙花 好 好,祝大家春节快乐 水鲜花 今天我们就画这个,好不好 看上去很简单,对不对 不要着急,慢慢画